台南市今年來推動到學校相義的企業 並且來辦理到結郵學校評算 總共評算出在一間得郵至十四間郵政學校 其中平原地區以及中小型的學校表現非常好 也還要在理督後來辦理到成果分享會 用行動來支持到告訴進行到相義高額 台南市全民推動相義高額建設 是國內第一位歷勢學校參加的官司 今年推動學校 相義四半的各位辦理結郵學校評算 結果出路總共評算出十一間得郵 十四間郵政學校平原地區以及中小型的學校表現優秀 那從110年開始 我們台南市首創全國 有雙語中心 有雙語輔導團 而且我們有中程計畫 那我們把全市的學校 都納入這個校校雙語的行列 那分成ABC三類來推動 那我們到110學年度已經有83所學校 他們的學習的結束有六分之一以上 全部都會用這個雙語來授課 那我希望我們大家一起來 來推動雙語教育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書楊智宗 標示 從目標七少年度到133年度 全台南市的學校 達到美麗六分之一的學習的結束 我們到113學年度 也就是三年後 我們全市我們所有學校 都能達到我們的學習結束 六分之以上 這個B級以上的程度 讓我們真正達到校校雙語的一個目標 另外台南市政府 將透過德文度金 培養 相義的輸出 提供學習 聯繫 交通的機會 以及因著相義學習 環境三幾個方案 導致經費年一年增加 三年來已經使用了 3億16333萬 提升相義到學的環境 雙語台南前章未來 Bilingual Thailand Visionary Future 記者 檔家欣 市政府 蔡宏伯德 請問一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